社會焦點來關心大老師 近百頓的深澳級漁船 升慶利號在這個月12號返回 新北市深澳漁港的時候呢 被海巡署第二岸巡隊的人員 查獲了211箱走私香菸之後 看起來很多了對不對 兩天之後 基隆地檢署認為說呢 這個漁船喔 它大概是100噸的噸位來看 走私數量應該超過200箱 所以就指揮了宜蘭茶器隊 再次的登船搜索 又搜出了48箱的撕焰 你以為這樣就完了嗎 台北茶器隊懷疑說 船上應該還有其他夾程 16號第三度登艦 結果鑿開船尾封死的秘艙 有夠會藏的再起貨31箱的撕焰 所以查器人員也說真的太會藏了 一條船5天之內被操3次 而且每次還真的都能挖出 其他更多的走私物品 這一條牛波三層皮 走私飯真的是費盡心思 而且真的是有夠會藏 另外來看到的是現在疫情呢 三級警戒持續當中 很多民眾整天待在家裡 但是我們來看看這個獨家指控 有一名住在新北市林口的空姐 他控訴了樓上的鄰居 大概是疫情期間悶壞了 頻頻發出嘶吼的尖叫聲 太擾靈了 甚至還會伴隨著敲打撞擊的聲音 而且呢疫情已經多久了 一年多了嘛 他就這樣子跟你吵啊敲啊 一年多的時間 讓他家裡面根本不得安寧 警方獲報之後呢 到現場是沒有聽到噪音的 但是根據空姐住戶來搜建的影片 還是依照聲違法 將擾人鄰居來撼送法辦 管理員和女住戶 宣夜站在鄰居門外 一臉無奈想搞清楚狀況 因為仔細聽 無臉無頓傳出歸意叫聲 一下尖叫一下嘶吼 像這樣的巨大噪音 已經持續一年多 住在樓下的靈性空姐 實在忍無可忍 受疫情影響 工作受阻 在家中待業已經夠煩躁 沒想到樓上住戶 頻頻製造聲 想找靈簡直快崩潰 都還沒有醒來 就先被那個尖叫聲嚇醒 突如其來的一個大吼這樣 拿出那種野獸式的尖叫 然後現在寶寶也換了模仿 所以變成樓上 就有兩個尖叫聲 事發地點就在林口 一處社區大樓 原來一名女鄰居 經常從清晨到凌晨 不間斷尖叫死吼 還發出敲打撞擊聲 讓住戶空姐不堪其擾 覺得疲勞轟炸 向對方反應後 鄰居丈夫卻頻頻變成 是夫妻吵架或妻子 身體不適 一直避不面對 拒絕溝通 離開的事 隨著疫情散起警戒後 狀況又更加嚴重 在疫情期間可能關久了之後 很多壓抑的情緒 然後他可能就只能 透過這個方式來宣洩 我們住在這裡也很不安心 就是不知道裡面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很像不定時炸彈這樣子 聯繫包含人 並將接續 依社會資訊維護法 法案安寧收證與偵辦 女鄰居疑 疑似疫情期間 待在家中悶壞了 經常情緒不穩 失控罰處 以後是慘叫 空姐住戶報警處理 警方也將依法喊送 不知是否能 就此盡快恢復 平靜生活 記者裝備在林中正 採訪不動